现在娱乐圈当中 可谓是热闹非凡 经常会穿出明星们之间的黑料 而这些黑料大多数 都是由于明星两人家庭的原因 不管是出轨还是家庭破裂 都会引起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毕竟每一个人都有八卦心理 而在娱乐圈当中 分手出轨新恋情曝光 是大家最喜欢讨论的话题 而在这个圈子当中 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曝光一次 能够增加明星们之间的曝光率 也能为他的新剧带来关注度 只要影视界当中有新剧要发布 随即而来的就是男主角 或者是女主角的黑料 这些黑料大多数 都是有关他们自身的话题 毕竟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明星效应 在这个网络时代当中 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 获取各种明星们之间的信息 对于每个读者的心理 他们更想知道自己偶像的另一半是谁 或者是他们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近期就一对模范夫妻 他们频频被曝光黑了 知道真相的网友们都纷纷表示不可能 在娱乐圈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模范夫妻 他们从一开始公布恋情的时候 就深受大家喜爱 手机婚姻的殿堂 也是深受大家的祝福 但没想到在他们结婚之后的生活 却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完美 化学之间会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但最多的就是感情出现第三者 对于李小璐和贾乃亮而言 两人既然刚开始宣布恋情的时候 很多网友们都非常的看好 就算结婚之后 也是对他们赞赏有加 本以为可以幸幸福福得在一起生活 但没想到却出现了李小洛夜宿门的事情 随后网上又曝光了黄晓明和杨颖的事 黄晓明和杨颖当时结婚的时候 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质疑 毕竟当时黄晓明是有一个初恋女友的 两人也已经到了谈婚认嫁的地步 但没想到最后的新娘却变成了杨颖 很多网友们对两人的婚姻相处 都是表示了非常不看好 黄晓明在娱乐圈当中口碑 一直也没有什么负能量 但是在感情方面 却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意见 杨颖在刚出道的时候 并不是很火 是一名模特 当大家都在质疑两人感情的时候 他们却生出了一个宝宝 就这样 一对夫妻却被着尾曝光了一方出轨的猛料 这个消息也是一直喘不停 甚至还有网友表示 这是不可能的 当时黄晓明和杨颖那场国际婚礼 是有很多的明星大咖都见证过的 说黄晓明处处约会那么的消息 今天我们的飞吻